他不会就说 因为他有 整个世界 世界有 一百三十几个中心 知道吗 他本身也修习非常好 当一个仁波基德跟他学习 对 但是他没有那个就是傲慢心 他自己很低劣 知道吗 所以说他就是有修到这些 他会就是看正面 比如说这个上课的人 我们一般的人 我说的话 不会上他的课 因为说我比他高啊 我比他有名啊 我比他有学生多啊等等 但他不会想出这些 反正我去听他的课 我一定会在他那边 得到一个好的功德 所以说他有自己本身有修 到这么好的一个修行 他有这样的一个心 所以说他不会找出别人的缺点 或者是过失 而且他会 每次都去看别人的正面 不会看那个法面 反而失去听法的机会 如本身论说 听法是要心平气和 这个什么意思 心平气和 对吧 比如说 你们一整天去 可能去上班 组的话去上班 然后有些去做生意等等 然后起点就就是赶着回来 就是上课 那到了这里 一定要把这个心静下来 那就是工作 不要去思维工作方面 暂时停止 知道吗 一方面想那些工作方面 或者家务的事情 还有这些种族的事情 那一方面去听 没有办法 稀疏他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心 会可以说静下来 比如说有心 可能出去跟老板去 就是争论等等 有家庭的等等 暂时放着 那暂时放着 就是说放就可以放吗 也很难 但是有把心静下来 那有精心 用什么方法去把心静下来呢 一 你从早上到下午 可以说忙进忙出 也可以说忙得东跑跑西跑跑 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但是这些都是为了暂时的利益 这一生对佛法来说 不是那么的有价值或是珍贵 所以说用这些方面 然后有自己 有可以说心很乱 的话用一些方法 比如说用呼吸的方法 去把心静下来 那就是要呼吸21次的话 就是慢慢心会静下来 那呼吸的时候就说 那个就是 左边就是那个 吸进去 不是 右边吸 就是 什么 都吸进去 那吸进去的时候说 就是 所有的那些 可以说 诸佛菩萨的加持 会是进内 那就是 那个放出来的时候 用 那个 鼻 左鼻 放出来 那这个一定要就是 不要就是力气很大 就是很 就是说要把它拉穿 不可以中断 也就是很近的话 就是 那个声音也连自己都不要 不要听 不要听到 那这样就是很拉的话 一定你再有气 再乱的话 一定有 办法把 气降下来 因为说我们 打坐 闭关 的时候 都心很乱的话 马上没办法 去静下来的 用这些方式去静下来 嗯 还有说 就是我们就 听法 这些是很尊贵 有这些方法 也可以把 心静下来 嗯 知道吗 比如说我们去上班 上班的时候 你不可以把 这些家庭的事情 拿到那个上班 那个办公室里面 知道吗 虽然就是耐心 老板不知道 如果老板 外在的行为 你知道他一定会骂你 这是工作室 对吧 工作室不可以拿到 家务的事情 一样 我们在这里上课的时候 也不是强迫 所以说上课的时候 有专心听 而都要专心听 才会吸收 这个耐寒 没有专心听 心很乱的话 根本没办法 心平气和面带 微笑 坐在第一位 嗯 那回我们说 一定要 很欢喜 那两善也有笑容 去听 知道吗 但是我们听法都是 有两善也有吗 有两善也有带笑的时候 去听法吗 很少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本身 一天的生活 也可以说蛮反的 一 二是来这里上课 一是他的那个意思很难 二是有懂了他的 二是很难做到 所以就是根本笑不出来啊 笑不出来 哪会有两善有笑容啊 知道吗 但是我们可以说 把这个想法可以说 就是说转一下 就有可能 虽然说 这个世界上 有七十多亿人 那时候真正有 就是有信宗教 也可以说很少 那所有的宗教 都是可以说是正法 或者正的宗教吗 很难说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 有得遇到这么尊贵的一个法 正法 还有可以说 有人解释 那自己也可以说 有时间去学 那对国家来说 宗教很不便 很自由 等等 知道吗 所以用这些的可能 也许会笑得出来 也许可能会在 脸上有笑容 知道吗 比如说 海特师傅 上课的几乎的 他不会有 怎么说呢 看起来很累的样子 没有啊 每天都很有精神 很有自信 知道吗 所以讲出来的很开心 有时候会很幽默 那就是那个 现在他已经中风了 就是 半身 没办法动 但是他遇到一个学员 他会就是哈哈大笑 知道吗 因为就是他心里 可以说就是人生没有白活 那就是现在身上有病痛 但是他知道 生老病死 实在要面对这些 所以他身上发生这些 他根本不在意 知道吗 哦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跟他们学习 他们是我们的榜样 知道吗 他们是叫什么呢 佛法的佼佼者 所以是面带 微笑 坐在低位 那一定会 坐在低位吗 不一定 最主要尊绩是心里的尊绩 知道吗 就是你们可以说 对佛法来讲的话 就是学的不少 那现在整个世界 可以说 信佛的越来越多 那对他们来说 就是对佛法 对他们来说是很有帮助 但是我们缺了什么呢 缺了语言 有语言的障碍 那我是一个人 而且我只能会一点的英文 我不会中文 而且他非常忙碌 所以我没办法去 去帮他们 那你们就说已经毕业了 然后去有机会学这些 中文跟英文等等 然后你们自己去 去教这些 那教的时候 你不要坐在一个很 就是怎么说 很高的一个法座上 然后就是跟学员 跟距离很远 而且讲的时候 你很严肃 然后他们也不敢问你们 这样不可以 那就是说 他第一说 我们就是围起来 坐在一起 然后去上 然后不同的地方 你随时都让他们去问 然后就互相交流 互相就是访问 那这样才会帮得上他们 知道吗 所以说那我们坐在一起 也可以说 这样叫 佛法里面有讲 就是坐在低位 那我们犯了这个吗 没有 最主要是什么呢 在耐哉的尊记 知道吗 将把上师的法语 视为甘露庙位 那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他讲的那个法语 把它当成甘露 知道吗 就是很美的 就是那个味道 美味 把它吞下去 才会结我们的壳 知道吗 所以说 这个法把它当成 当成甘露 那我们自己是非常 就是那个 壳的一个人 那非常壳的一个人 他得到那个甘露 马上就解壳了 知道吗 所以我们对佛法来说 说我们 现在的一般的宗生 非常就是一个 很壳的一个人 或者一般 那这个佛法是 就像那个甘露 或者是一个亲戚的水一般 所以用这些方法去让我们解渴 知道吗 以恭敬 庄祝 要去 庄西 庄祝 去听 喜悦 清静的动机 听法 知道吗 欢喜 要有一定的 清静的心 有这样一个 清静的动机 去听法 那什么叫清静呢 就是前面有讲这些 种族的过患 也不可以刻意去挑这些 讲法或者上课的那些 人的毛病 也不会对他有 就是 什么 侵略等等 然后自己也不可以有傲慢 也不可以有 称心 知道吗 所以我把这些 最好不要让他们升起 然后就说 用一个对法的尊敬 对讲法的尊敬 然后觉得这个 去听法的那个时间 是很尊贵 对我们来说是 可以说是一个 珍宝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 清静的心来去听 的话才对你们 就是听法者有帮助 但是 就是 虽然有去上课 去听法 但是 前面讲的那些 种族的过失 有窒息的话 那对你没有帮助 反而会 怎么讲呢 会造很多恶业 知道吗 然后 我们 藏人有说 就是 你不要在累积资粮的地方 你不要去累积龙 龙知道吗 就是我们有伤口 然后把它这又会累积龙 知道吗 所以说 虽然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累积资粮的一个场地 知道吗 但是我们自己的动机 还有这些过失的话 知道吗 就是说 没有去累积资粮 反而累积了很多恶业 所以就是龙 就是代表是那个恶业 所以说 虽然我们都聚在一起 但是我们回去的时候 就是 就是 怎么说呢 拿回去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知道吗 有些可以说 有动机很清静的话 就是拿回去 那些东西都是很尊贵的那些宝物 那东西不清静等等的话 拿过去的那些都是可能 是不好的东西 不需要的东西 所以这些都就是 看自己的东西而产生的 喜悦清静的动机 听法子 像病人听 从医师 祝福一样 知道吗 所以说 我们一般人 就是得到 得了严重的病的话 那我们也很注意去听 那个医生的祝福 知道吗 那我们对佛法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 真正是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病人 那就是佛 是一个 就是很有名的 很有经验的一个医生一般 那法的话 就是很有效 而没有副作用的一个药 所以我们 连就是一般的生病人 都听 就是那个 医生的祝福一样 那我们都就说 更不用说 知道吗 好 那第三的话是 听法师的态度 那我们今天到治理 那有问题 可以问 可惜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问一下那个 这一地里面的如所有 我